在文化中心對開的專題彩燈展覽現已開放 中國傳統中的碎獸 如龍、鳳和麒麟 還有這些寓意吉祥的燈組 吸引了不少市民到場拍照 除了這個彩燈展覽 在正月13至正月15元宵的夜晚 康民處一連三日分別在將軍澳寶翠公園 長洲北帝廟遊樂場 以及高山道公園和高山劇場舉行大型的彩燈會 合共展出超過3500盞彩燈 三個彩燈會指個別的特色 譬如我舉例是講長洲 長洲方面都是環繞和海上有關的東西 另外在寶翠公園都是用寶翠的主題 做一些情人節有關 中國式情人節有關的彩燈 而高山方面都是一些傳統的燈組 而最特別是三個彩燈會 每個場地都會一盞七米高的彩燈 除了彩燈 這些高難度的雜技表演 傳統舞台技藝 以及木偶表演都可以在彩燈會中看到 由於製作費增加 今年彩燈會和彩燈展覽 所需的費用要300萬 較去年增加7% 按民處預計彩燈會可以吸引到18萬人次入場